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易入日本》,我是小宁 那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的这套房子呢,是投资型的apartment 那这个apartment呢,位于东京都的中野区 然后呢,最近的车站就是我身后的这个高原寺车站 从这里呢,直达新宿车站呢,只要10分钟,交通也是非常的便利 那这个高原寺车站呢,位于东京23区的稍微西面的地方 另外呢,这个车站的南北口均有这个商业街 在这里闲逛一天也不会觉得腻 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开玩吧 那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公寓的面前 那这个公寓的具体位置呢,位于这个东京都的中野区 中野区呢,与新宿区、澀谷区、丰岛区相邻 人口呢,约34万 在赵和30年,也就是1955年以后呢,许多漫画家都居住在这里 所以呢,到目前为止,中野区呢,也是动画和漫画的制作生地 那我现在,我身后的这一座呢,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 这个投资型的一套apartment 那这个apartment呢,总的价格呢,是1亿1500万日元 现在还空着三户,那接下来我带大家看一下里面剩下的三户到底是什么样子吧 那现在我们先来到了这个公寓的204房间 那这个房间的总面积呢,是14.07平方米 带一个小阁楼 我现在位于这个房间的玄关部分 我的左边呢,是一排树着的鞋柜 前面呢,就是放洗衣机的地方 这是注水管入口 上面是一个收纳空间 紧挨着右边就是一个洗面台 这里可以放一些化妆品或洗漱用品 我的右手边这边有一个独立的厕所 洗手间也是推拉式的门 洗手间里面的马桶也是智能马桶 然后紧挨着我的右前方的位置就是一个小蛙入木 可以冲冲凉,下面也可以泡泡澡 上面也是带一个暖气、干燥、烘干的装置 浴室的对面呢,这边就是一个迷你一个小厨房 那这个厨房呢,有两口IH的人气灶 这边是排气扇的控制系统 是一个比较简易式的排气扇 下面呢,也都是一些收纳的一些空间 这边呢,有一个迷你的一个水槽 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房间的最里面 这个房间最里面是一个大概面积六铁左右的一个大小的一个空间 那这个空间呢,你可以作为这个客厅来用 把电视给放在这边,这边放沙发 因为这边有这个电视这个街头 然后呢,上面有一个这个loft 你可以睡觉的时候可以把上面铺一层这个褥子 可以在上面睡 这个房间呢,这个面积总面积是14.07平方米 虽然这个麻雀虽小,但是五脏俱全 基本上该有的东西都是有的 智能的这个LED灯,还有这个松下盘的这个空调 包括这个门禁,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象 然后这个也是松下盘的 然后这个房间里头,如果是租的话 还有这个免费的WiFi可以使用 这个楼梯呢,爬上去呢,就是一个面积还可以的一个loft 可以做时用来睡觉 如果你不想在上面睡觉的话 你可以把它上面作为这个仓库来使用 然后把底下放一张床 这个梯子呢,可以把它给收起来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可以这样子收起来 这样的话就空间就会更多一些 然后呢,我们现在上去看一下吧 现在来到这个loft的上面 这个空间还是挺大的 大概有五六平方米左右的样子吧 睡一个人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然后呢,这边还有一个小窗户 可以打开透气 这样子就可以摇开了 然后上面当然也有两个探战灯 都是LED的探战灯 然后还有这个电源的插座 所以说你可以在这也可以放一些这个 放一个小台灯啊,在这办公啊 或者是那个学习啊 这个空间不包含这个14.07的这平方数里面 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公寓的201房间 那这个201房间和101房间是一样的格局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这个房间它是一口IH燃气灶 刚才那个房间是两口 然后下面这边有一个换气扇 现在这个时间呢正好是从这个西南方向的这个阳光 正好就可以直射进来 这个房间的采光还是蛮不错的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201房间的这个阁楼的地方 我感觉这个阁楼的地方有刚才一个两倍这么大 这个空间是比较更高一些 并且这个面积会更大一些 像这种投资型的这种apartment呢 你可以把它建好的房子 你可以把它买下来 然后进行出租 也可以呢 我们这边可以给你推荐一块土地 然后再从土地然后再设计房子 然后建造房子 这样的话就可以让你就是整个就是成本 节约不少 那我们这边也是有这个管理 委托一条龙服务的 买来之后我们这边可以进行管理 做这个中央总五线呢 10分钟就可以直达新宿站 对于留学生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有人气的一个地段 当然你买来之后 你可以租日本人也可以租中国人 公寓买来之后每年需要缴纳的这个税费呢 是这个固定资产税和都市计划税 一共呢 574000日元左右 以上呢 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大家觉得这套投资房怎么样呢 如果这个大家想看更多的房产 或旅游的视频 记得关注我 那最后呢 我们依然在这个附近街道漫步中结束本期的视频 我是小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